是不可信的了 你看呢 每天网络上有很多铺天盖地的新闻 但是我们有多少次会停下来 看一看想一想 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在这个信息快餐的时代里 就有一些不法分子 就利用网络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是故意编造谣言策划网络事件 那8月20号 北京市公安局就把这批非法谋取暴力的网络推手给揪了出来 这是谁 提起他网民情活活 不少人可能从未听过 但对经常刷微博的网民来说 却并不陌生 他是一个网络名人 还有水军首领之称 这次之所以会被公安逮捕 还要从情活活的一条微博说紧 这是雷锋1959年为自己添置的皮夹克 毛料裤黑皮鞋等高档行头 加起来90元左右 而雷锋当时一个月只有6块钱 微博中情活活对雷锋那一张照片发起攻击 这条片造的微博很快就在网上流传开来 许多网民报警要求彻查诋毁雷锋形象的谣言制造者 之后北京警方迅速开展工作 通过缜密侦查抓获秦志辉 尔马公司负责人杨秀宇等犯罪嫌疑人 情活活原名秦志辉 今年30岁 为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 非法谋取更多个人利益 情活活活同杨某等人先后筹划编造了一系列假新闻 经过不明真相的网友转发成为网络热点事件 除了重伤雷锋情活活还捏造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 甚至将资深媒体记者设备名人作为攻击对象 微博写的有鼻子有眼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 自己说 那个我自己创造的 那你调查研究了吗 你就给转过来 在我讲还真没去调查研究了 所以本子 这是我知道 所以是我做错了 那我应该要承担责任 那我拔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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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头好玩一下 好玩一下 抱着这种心态 情活活一次次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制造传播各种谣言 绕了网络秩序 有网友将其称为水军首领 专门抹黑他人 并送其名字 摇翻中国 当然摇是摇言的摇 那么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最终目的呢 通过这个粉丝数量宗家 最终使自己出名 按他的公司如果出了名以后 就会有一些出版社出版商来找他 就出出 就是这样一个另类的青年 从炒作自己的微博开始 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网络推手公司 在过去三年之内 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惊人事件 放眼娱乐圈 不少明星都吃过 像情活活这样的网络水军的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